歡迎繼續收看大法新聞 我們今天為什麼要說法官 可能也有問題 法議可能也有問題 為什麼 我們看到今天大法官對總統這個視線案 要回去看以前的台北地方法院 怎麼看待這種事情 很趣 我今天把新聞叫出來 真的是好嘲諷 嘲諷在哪裡 我等一下給大家看 來 我們先來看今天大法官怎麼 這個視線 眾所矚目的國務製交費官司出現重大轉折 司法院大法官會議下午針對陳水扁總統 申請了視線案 做出627號解釋 大法官會議認為 總統想有國家機密特權 不論任何時候 只要總統核定就是機密 是不是屬於國家機密呢 是應該要看總統呢 是不是已經 依國家機密保護法規定 來特定為 這個應該保密的國家機密 對大法官解釋 負責審理的台北地院表示 何一庭法官將會仔細研究 下次開庭時也會針對這個部分 詢問簡便雙方的意見 決定是否停止審理 或者如何審理 好 所以今天大法官的視線是說 國務機要費這是機密喔 這總統決定機密就機密了喔 他不用去接受法律的訴求喔 請大家看 當時啊 大家說這違憲 請大家看 2007年1月22號的新聞 23號的新聞就是22號說的 法院當時說 今天開放月券不設違憲 結果有沒有違憲 違憲 違不違憲是你決定的嗎 但是因為他是主審的法院嘛 我們這樣說啦 當時國中大哥 我們大家都討論到 因為其實我們認為 這一批年輕的法官 每個人都想真的當司法英雄 你想想看 這麼多的法官檢察官 誰能夠在媒體上被一再的討論 當有這麼大的案子 在他手上的時候 你會放棄嗎 我覺得這是人性的問題 所以那時候說不違憲 不是在決定的嘛 是大法官決定的嘛 今天大法官會議最重要兩點 觀眾要注意就好 第一點就是說 憲法五十二條 對總統的刑事豁免前的改稅 就是說 總統主要犯罪 來亂外犯罪 不得訴求 其他刑事不得訴求 不得訴求 我們一直在討論 大法討論幾個禮拜 今天台法官 應證跟大法官說的一樣 不得訴求 包括偵查、起訴、審判 叫做不得訴求 是 所以說起來就是說 陳瑞仁檢察官 進去總統府的時候 問後面總統說 你有要請立書嗎 那句話就是把總統認定為 犯罪嫌疑人啊 所以 已經違反憲法了 你不能偵查 所以台法官說 總統所說的 筆錄裡面那裡 不能成為審判庭做正義 還有應用 不行了 因為違反憲法 好 問題來了 陳瑞仁檢察官違憲 陳瑞仁檢察官違憲 他自己違憲 今天台法官已經改罪出來 陳瑞仁檢察官違憲的時候 在行政上發生這麼重大的疏忽 我們是不是來行政處分 這個陳瑞仁檢察官 陳瑞仁檢察官 陳瑞仁檢察官現在釣在 思法官訓練所 未來一大天要出來的法官 檢察官 當然他會比較訓練 這個錯誤的關聯 陳瑞仁可以接受 如果不可以接受 這個錯誤的關聯 又一直下去 後來這個法官出來 又咬到一些不對的法官 還是要怎麼做 這頭是點 第二點台法官改罪 國務職業會的機密的東西 是總統去認定的 所以現在法庭 第七法庭 蔡索欣的法庭裡面 有兩大包機密外交的東西 那時候蔡索欣說 沒有機密 這不是機密 可以看 現在台法官說 台法官說那是機密 除非你有法度證明說 那不是機密 是偽證 總統做偽證的東西 現在什麼人有法度證明 他偽證 有法度證明 所以講來這個官司要怎麼打 現在這個電話 他講的照片 他說有四天辦公室 讓他們去研究 去想看看 好 來 我們先看 看多少人 完翁就好了 請大家看 陳唐山不去嘛 做證人嘛 請問法治 這個問陳唐山什麼理由 陳唐山用這個理由 請大家看 這是專屬總統的國家機密特權 我也有拒絕說明 專屬總統的國家機密 現在是不是 對 是 結果那時候 搞法 沒來就三萬 沒來就三萬 現在是什麼人對 現在是不是回到法 發光 新法庭不用再分 因為新法庭是經紀什麼 經紀檢察官陳唐人的起訴書 今天這個檢察官視線就很清楚 就跟你說總統不可以作為 嫌疑人或被告 對不對 你不可以偵查 不可以起訴 事實上你起訴書裡面 你就是跟你的共同的 震犯這樣 是你裡面的主評這麼清楚 不可以讓你說 等到他卸任之後 再訴求 這件事情就 直接就跟你共同被告 在這裡還給他起訴 本身這個起訴書 就已經違憲了 起訴書 你現在的氣氛 是很難以為 你非常難以為 他都會做的 他有一個場所 很難以為 是為了 是為了 你這個 我現在的氣氛 我現在的氣氛 是很難以為 你不及 是你 我現在的氣氛 在那裡 我現在的氣氛 是很難以為 你 現在的氣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